早了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郭台铭 一个曾是北农总经理 一个曾是洪海董事长 一总一董曾经一起喝酒 力气玩手帕 但现在两人不玩手帕了 我真是不声唏嘘啦 率先宣布参选的郭董努力的花钱做负面行销 而已经粉身碎骨还不愿意说想选总统的韩总 不管在民调还资源上都一直走在最前面 欢迎我们未来的庶民首统韩国瑜 郭董震惊 郭董震怒 郭董震不开心 这世界上竟然有花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结果中国时报还说郭董是马英九的打手 被打脸可以忍 但被说打手就不行 天台黑锅总司令部就在这里 国外党内团结的元凶 最大吃的假韩粉 这个最大恶极乌中生有 我今天早上起来看着爆血压飙了很高 没事没事别生气 郭老板舔个盘子退退火吧 郭董你484很羡慕韩总 左手拿着中天新闻 右手举着中国时报 造神一时爽 一直造神一时爽 感觉好像非常刺激 郭董你知道老天鹅娱乐吗 白云光明 郭董郭董别生气 网路媒体买下去 钱花下去 自己造神当皇帝 免许你救不了2020的台湾人 但你可以先救救2317的股民吗 救一救自己的灵魂吧 只要两秒钟 滑鼠一到右下角 目前订阅262300 按下订阅大家一起发大财 黄金平 国民党为了大选出动五人小组会面初选人 没错就是韩总最讨厌的密室协商 政治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 台湾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融化 希望国民党内的高层能够体察民意 重视庶民经济 勿忘世上古人多 议会结束之后 我们就会碰面 碰面就希望私底下能够先借一下 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多话不好说 看完我差点都忘了脸皮这两字怎么写 没想到又杀出了一个震撼蛋了 你又来了 曾带医员兰相逢 金平誓言拯救中华民国选总统 公道国千算万算 也没想到当年支持过的韩总会变他的死对头 还要被韩粉的屁眼视如敌仇 初选改来改去没看头 一期之下侨王决定不完了 其参加奇奇怪怪的初选 不如从今以后 全心全力 勤走基层 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做好准备 随时因应时事 接受党 接受人民 接受社会的召唤 他们有错愕吗 应该有吧 这时尚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 最堵烂密室协商的 突然不能众户魁魁了 最会瞧事情的 这次突然被瞧掉了 瞧王这华丽转身 其他人都回头了 王院长有他的一些看法 那我个人从头到尾的坚持 在我特殊的情况之下 我是身为高雄市市长 我是被动式的 被征询 如果询问的话 我的答案是yes I do 我准备承担任何重要职务 为了中华民国 不行粉身碎口 本来yes I do是被动式 英文老师以前都交错了 就是一句话 你认为王景品院长是一个 跟您互补的对象吗 那是我的官公好兄弟 寒流吹的猛锅王群满发抖 陛下妈祖托梦 一下官公兄弟 你们有想过神明的感受吗 反省 因为 你只在乎你自己 弯不起至少输得起 公道国这部以退为进 也是高招啊 跳彩的要赠的都跳出来了 国民党大乱斗解衣 被搓掉的汤圆还有后续 托党的方式 那现在时间还早吗 大家心里不觉得毛毛的吗 李远哲 李远哲 台湾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1986年以中华民国及美国双重国籍的身份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以994年放弃美国国籍 反国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对台湾的物理化学领域有极大的贡献 得过诺贝尔的他不但是台湾学术界的扛把子 也帮台湾十年教改运动彻底失败扛锅子 在面对蔡英文无情的虐待赖清德 我值得得到民进党的支持以外 中间选民也支持我 哎呀这个跟我们认知不一样 很明显清德逐渐出现幻觉德症状了 台独金孙即将失智 台独养老院李仲老人们坐不住了 李远哲发起连署要蔡总统放弃一己之私 之所进退 希望大家支持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 我们是说请他已经做一任就好 因为你的改革已经开始了 虽然没有改革很成功 引起很大的感叹 感谢李远哲院长的支持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响应李远哲院长的号召 在台湾这场大局里面 一定要支持迷郎党内最有胜选的人 就是赖清德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远哲说的话有一种味道叫做虾 82岁李爷爷出来说话了 92岁的姑爷爷也从隔壁病房跑过来了 让那个赖清德年轻的男孩子 继承 你说的是这个59岁的 甲台独老青年小男孩吗 学术弄到好 教育弄到爆 政治又乱搞 这就是李爷爷的人生故事 这故事告诉我们宅男不要玩政治 宅男只会被政治玩 就是这么简单 苍景忧 不管是苍景空还是苍景忧 日本女性只要名字有苍景的 都是好女忧 没关系 都可以 但今天的主角 不是你低潮的苍景空 而是大荧幕的苍景忧 33岁的她 从小学时期就开始出道拍广告 我的发呆是疑似失明 她的发呆是气质空灵 森林系女孩代表没有之一 地头黑发是她的招牌 代表作有花与爱丽丝 扶桑花女孩等 她的美不只在森林绽放 感情世界也是鸟与花香 绯闻对象有钢铁准衣 三浦春马 大森男朋友 林木浩介 不是鲜肉就是熟男帅哥 五日突然宣布 这是她的结婚对象 42岁的山里亮泰 连续三年当选日本最丑邪心 两人交往两个月就决定闪婚 人生果然还是有希望的 原来女神不只能拿来供奉 还真的可以追 但保湿机要先准备好就是了 去把她除回来 林志玲 44岁台湾第一名魔 林志玲惊爆闪婚 对象是37岁日本男团 放浪兄弟黑泽良平 不允许 快去追踪订阅 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